各位有朋友傳了一張圖上來 裡面寫著說 台灣修訂了國安法 原來台灣也是國安法的 修訂了什麼呢? 一讀通過了 徽五星期 職罰五萬台幣 如果我們看看這個圖中 女士這樣拿五星期去揮動 抵罰這樣揮法 錯了你不懂得拿旗 所以抵罰五千元 但我們可以想一下 到底其他地方應該怎樣做呢? 有些朋友有些很有趣的評語 跟大家讀一兩個 一個就說 啊 他們這麼用錢? 要用小動作賺錢? 有人就說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香港都應該三讀通過 英美國旗要罰一萬港幣 人家罰三萬 要罰港幣罰一萬 雖然台灣幣比較小 但也應該照樣 所以應該罰五萬港幣 不同地方不同價錢 還有 青天白日期 對等佛三萬 對等佛五萬 所以大家怎麼看呢? 應該有什麼方法應付這些白癡呢? 哈哈哈哈 至少